Hello大家好,我是三浩,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就是 如何轻松设计出吸引人的公司logo 或者是商用logo 对于像我这样没有低俗成分的人来说 设计是非常困难的 更不用说是设计logo 不过只要掌握以下的几个结窍 其实设计logo也是非常简单的 第一个,自我Q&A 如果你对设计logo一点概念都没有的话 你可以试试看问自己以下的三个问题 第一,我们是谁,做什么的 第二,为什么需要我们 第三,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以我本身做一个例子 我的频道是制作玩页设计教学的这一类的影片 但有人想要设计玩页的时候 他们就会来寻求我的咨询和帮助 那么我的目标就是可以让 就算不会写代码 也可以设计出让人惊叹的玩页 所以根据以上的标准 那么我的logo就会是这样 当然,这只是一个初步的设计 试多几次过后 就会给人来印一下 第二个诀窍就是颜色 从这个Business Insider的网站我们可以看到 每一个大企业的logo都会选择各自具有代表性的颜色 像Cocopro为什么是红色 Facebook为什么是蓝色 Starbuck为什么是青色 等等 这个完整文章的链接 我会换在下面的说明文 希望可以帮助到在选择颜色上遇到困难的你 第三个诀窍就是 简单直接就是玩到 我们可以看得出越来越多知名企业的logo 已经越来越简单,越来越直接的 像是Starbuck,Instagram,Apple,或者是滴滴打车 关于其他例子的连接 我会换在下面的说明文 你可以点击去查看看 有了以上的观念过后 接下来就是开始行动了 我会介绍你使用这个 线上logo设计平台 除了它可以让你免费设计logo之外 它要高达五千多种template让你选择 这样就可以让你省下很多 从年开始设计的时间了 这里有一个好消息要给在看这个影片的你就是 当你要付费升级的时候 输入这一个恐目困 那么你将会得到一个10美金的折扣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希望可以帮助到在设计logo上遇到问题的你 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欢迎你给文章,也分享给你的朋友 当然如果你想要找我设计网页的话 你可以Email我 那么,我是尚浩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